根據我們目前收到的消息 中央廣播電台將可能在明後天 拆除天馬台的天線 由於央廣提供給外界的說法是 這些天線在處役的狀態中 而相關的服務都移到了別的分台 所以不會有業務上的影響 不過 實際狀況究竟如何 傳播自由訊息的對話短播 是不是因此受到影響 我們的記者早先採訪了希望之聲總裁曾勇 為觀眾做更進一步的說明 情況我們了解就是 中央廣播電台現在很快打算把天線 這些天線都拆除 這些天線其實是整個的天馬台 我想是台灣珍貴的文化資產 和重要的戰略資源 可以其實起非常好的作用 我也是呼籲社會各界能夠關注這件事情 不要讓這麼好的一個資源 和文化資產 就這麼輕率的就把它拖到 所以希望大家都關注 我們希望把它保下來 把它留下來 起以很好的未來的 幫助台灣的作用 我想這些牌的天線可以對華廣播起到巨大的影響 如果把它激活的話 我想這也是中國大陸民眾最需要的資訊平台 大概起這個作用 這天線在處意中 就是說提出它的服務 相關的服務都已經移到了別的增臺 儘管是在這種情況下 這些天線本身它可以潛在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所以儘管對於天馬電台 所以對於央管目前的服務雖然是沒有影響 但是這些資源就是資源 雖然珍貴 它可以用好的話可以起更大的作用 所以說他們把這兩個電台關掉 胡偉跟天馬關掉的同時 他會說所有的服務我都會搬到剩下的六個分台那裡做 所以他說其實沒有任何業務影響 還是他們來解釋的這個原因 當然他們所有的業務 他們的任務已經改變了 已經從這個宣傳民主自由的這個理念 就促成中國的轉變變成叫行銷台灣 那麼所以他們做多少其實都意義不大 我們在講就是說這些天線本身 如果能夠其他本來該起的作用送進中國大陸需要的資訊 也是短播聽眾需要的資訊 但才能起作用 所以就這麼一回事了 我是覺得進行的非常的快 而且這件事情已經在國際上有很多的關注了 所有的關注似乎都不起作用 所以這點我覺得非常的困惑 為什麼天線一定要在這麼幾天內拆除都不能夠改變 相關的具體的一些工程上 包括核道輸郡這方面的工程 其實都有轉換余地 不是一定要拆的 因為這樣的資源一拆掉就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有相當餘地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央廣這麼堅決一定要盡快把它拆除 所以這是我的問題 如果不幸拆除的話 我覺得那真的是中華民國的一個重大損失 我有一件事是否在到達州 在上海的選手上 所以才能起作用 所以信仰人 希望大家讨上 看來 Steven